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就更新一下賭牌方面的最新消息了, 澳門政府行政會就完成了討論這個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 批給合同和參與競投公司和成批公司的適當資格和財力要件的行政法規草案。 為了配合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有序開展, 特區政府就已經開展了競投方面的程序規定。 由於現在博彩發展政策方向和2001年公開競投時已經有不同, 這個行政法規主要是修改參與競投時所提交的標書文件和資料要求和合同條款必須要在明所寫的內容, 還有批給標準的相關規定, 還說亦加入了成批公司是要開拓海外客源市場的計劃、 博彩項目和非博彩項目的投資, 還有對澳門特區政府所帶來的利益, 同時亦承擔社會責任等等作為一個批給標準。 另外行政法規亦因應博彩經營制度所修改, 亦有調整到受審查對象提交一個適當資格和財力的附件表格, 有關的表格可透過電子方式填寫。 按照現在他所講的新聞, 即是說那個賭牌應該是有很大機會在今年內就要完成競投, 現在就算疫情下都是叫做加急地通過這些細節草案。 其實我們看看細節, 他有講到是整批公司要有一個計劃開拓海外的客源市場, 其實海外的客源市場指的可能就是東南亞或者外國這些國家 就不再要依賴那麼多大陸了。 說真的,澳門一直以來其實都是靠那些賭廳、答馬去找那些大陸的蠔客過來, 現在如果我們是叫做一下子就轉了去做外國客, 甚至未來十幾年都是要以外國客為主, 減低這個大陸賭客、蠔客的比例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賭收不會高得去哪些, 好難是可以去回疫情之前的水平的, 這個應該我這樣講大家都不會有什麼太大意義的了。 好,那繼續講返, 他講到要有一個非博彩元素的投資, 和要為澳門特區政府帶來利益, 其實賭取方面一直都已經是為澳門政府帶來一個很龐大的利益的了。 但是非博彩項目其實是講得比較模糊的, 就變了是每一間博企要自己去想, 有什麼做到一個非博彩項目給他們交給政府了。 而另外他重點也有提到這個社會責任, 我相信這個社會責任很可能就是不可以大幅財減澳門人, 甚至有機會減低勞工的比例, 跟著就變成一個社會責任, 這一點我覺得是有機會要寫下去的, 因為你都知道現在的經濟比較差, 你這道社會責任我覺得最大機會是這一點, 可能就是你續完賭牌之後都是因為這個社會責任的這個點, 如果你每間都有寫, 只是你那間不寫, 你那個分就會低下去了, 所以我認為他們在這個疫情之下, 就算續了賭牌都未必那麼容易去炒那麼多澳門人的, 就是因為有這個社會責任在這個規範那裏, 但是這一部分同時都是未有一個很清晰的標準的, 那你在投標方面, 什麼叫社會責任呢? 其實每一個人的解讀都不一樣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如果有再多些和賭牌相關的資訊, 亦都是會和大家再更新的, 那我們今集就看到這裏先, 我們下集見啦,拜拜!